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flink table store flink table store是一个流皮一体的这样一个存储 他是为了这个streaming their red house 首先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在这个阿里巴巴现在在阿里云工作 然后在阿里云的这个开创大数据这个平台 然后呢我是一个pmc和committer是这个阿巴西flink的一个pmc和committer 然后我也是这个iceberg和这个beam的committer 目前呢我是专注在这个flink table store的这个研发上 我的分享大概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是这个存储当中的挑战 第二部分是介绍flink table store 第三个部分是flink table store的这个生态 第四个部分是整个flink table store的这个roll map 首先来介绍一下就是来也和大家探讨一下就是这个存储的这个 一些挑战特别是指在这个streaming warehouse 类似的这样一个 数仓当中存储的挑战 那我们开始 看一眼就是这个比较经典的这样一个实时数数仓 对吧 然后这个实时数仓是个什么东西的 也就是用 就是整个是用这种 Streaming 和实时的方式来构建的这个数仓 然后用户的话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把这个数据ingestion到这个数仓当中 包括从这个数据库来的这个CDC数据 或者是从日子当中打点的一些数据 过来然后流到数仓来 然后流到数仓当中呢 数仓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存储是这个卡夫卡 然后流到卡夫卡 然后再经过下一集的计算 流到下一个卡夫卡 那这个中间的计算呢 就是这个flink stateful 就是带状态的这种计算 这种流计算 对它带状态会才能变更 所以中间流出的数据叫做change log 然后输出了卡夫卡 然后再进过计算 可能下游最终输出到 比如说 数据库 比如说这个KVSystem 比如说一些OLAP引擎 对吧 然后给这个在线服务 给后面的这个在线服务用 那这样一个实时数数仓它有什么问题呢 那第一点 就是数仓 数仓当中我们玩过这个hive数仓的 大家都应该都 了解就是这个数仓 其实是分层的 然后每一层的这个存储 这个中间表都是可以被数据分析师分析的 那这样就会非常灵活 对吧 你不一定说所有的这个pipeline都是要定制好的 你可能有很多临时的这样一个ad hoc的查询 所以说 卡夫卡是不能被查的 是无法被查的 它是一个queue 它是个流色的东西 所以这是第一大问题 第二大问题是说 卡夫卡这种queue的本身 它一般来说它只能存最近的数据 它不能存历史数据 当然卡夫卡社区也有这个 也有想解这个问题 通过keep 405来解这个问题 想把这个历史数据 通过某种形式存在这个DFS上 但是这个设计还会牵扯到很多问题 比如说现在keep 405它并不是 把这个历史数据存到DFS上 外面是不可读的 只有卡夫卡能读 所以它不是一个开放的open的这样一个format 所以这也是有问题 那很多 很多同学就问了 就是说你既然不可查 对吧也不能保存密质数据对吧 那我现在就搞一个 怎么呢 就hybrid的这样一个warehouse 对吧 我还是属实书上 我另外一边对吧 我同步的写到这样一些 离线的存储上对吧 比较fire的这个存储 这个就有点类似于 类似于之前的这个lambda引擎 但是可能 这也会做一些更好的这个一次性的保障 但是这个东西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 你还是两套存储 还是有两套pip plan 然后这个table你可以说你在业务上做一些 abstraction对吧 封装这个table 包含卡夫卡和fire对吧 但是毕竟是不同的存储 毕竟这个卡夫卡和这个fire是不同的抽象 你在外面封装是很难做到 这种一致的抽象 所以用户理解起来会很麻烦 他不知道你这个 抽象这个用法 你怎么对应 然后第二点是有不同的这个技术战 你这个维护起来也很麻烦 然后 第三点是维护成本 非常高 对 而且你的这个一致性保障很难做到 你这个实时和离线的一致性 数据的一致性 怎么对齐 这些都很难做到 这些都很有挑战 所以 那streaming whole house 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说 我现在的存储就统一成一套 这个存储就叫做什么 叫dynamic table dynamic table意思就是说 你q 就是读这个table的亲戚是吧 然后你的query 你查询就是一个 查询到slapshorts 所以dynamic table基本的要求就是说 你要存全量数据要可查 并且也能提供这样的 清极值 清极log 可以被下入查询 其实这个table就很类似于 我们 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据对吧 比如说mysycle 它就可以全量的存储 它可以更新 也可以查询 然后 它也可以产生binlog 给下入消费 对吧 所以我们在说完了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各种 数仓的架构之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想一想 对吧 flink 它对存储的需求是什么 它要求存储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其实 从存储的角度上讲这个概念其实很简单 其实就是三种能力 一种就是它要能做一个q 因为这流计算 流计算流本身你要流起来 你要q 写和这个q图消费的这样的能力 然后第2点是这个更新对吧 因为在流计算当中 特别是flink的这个stateful计算 Stateful计算它本质上其实 也可以称为是一种 增量计算 它的所有计算都是在增量的 所以它维护了大量的state 然后它所有的计算都在增量的 它产生的数据都是一些changelog 都是在变的数据 所以你的存储本身你要接受大量的这样来自更新的这个数据 所以这个对你存储有很大高的要求 然后第3个是查询 很简单就是一个存储 你没有查询的能力 你只要一张表 其实这里稍微还是有点怪 所以我们说完了这3个能力 我们再分析一下具体的分析一下对吧 这3个能力 它 究竟有什么挑战有什么要求 比如说第1个Q的能力对吧 现在卡夫卡非常好 但是呢 就是有点贵 我有的场景对吧 我能不能有一个更便宜的Q 然后update 刚刚也说了在流计算当中带streaming warehouse 大量的这个huge的这样一个情织logs 对 这个大量的更新来了 你存储要扛入对吧 你存储吞堵要够 甚至说有一些场景 你有亲密是还没pk 没key让更新了对吧 你存储支持 然后第3点是查询对吧 用户对查询的需求就是你要给我款对吧 但是呢 你别快了你又跟我说你要一堆服务来维护 你变得非常贵对吧 你的存储也非常贵 本地自盘 还有大量内存 这个是不行的 你尽可能快 但是你要给我便宜 因为我的数据量很大对吧 舒畅当中 所以我们进入进入到这个第2环 就是table store 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 它的设计上是怎么样来思考这些 问题的解决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table store的这个flink table store的这样一个架构 这个架构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说上游接受来自这个MySQL ZVC 来自这个log的这些stateful的flink的stateful的计算 带状态的计算的输入对吧 有大量的chings 然后我这个存储本身的话其实就是build的在这个DFS上对吧 这个成本很低 可以build的在cloud的这个云存储上可以云原生的这个存储 然后 然后在这个存储上build这个可以叫做这个糊存储的概念 然后这个糊存储的话 区别于别的糊存储的话 它是 LSM 这种数据结构 它能接受大量的更新 然后在网上它可以原生集成的这个logsystem 但这个logsystem的话现在就是考卡 对 它可以产生进行 也可以去糊存储本身产生进行 然后它消费的话就是两种模式 一种是流度 一种是p度 非常的简单 流度的话主要是支持flink 然后p度的话 它是有个比较好的生态 能支持spark hive buck tradle 这就是一个flink table store的架构 然后的话让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深入的看一下 这个flink table store这个 糊存储的这个结构 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糊存储的结构 是因为我们需要靠糊存储 有几个好处 一个是云圆生对吧 能上云 而不只是本地的hdfs 另外一个是我的这个操作都是些 这个原子的 另外这个糊存储的结构保证了 你一个table能存储甚至pbg的数据 那糊存储基本结构是怎么样的 可以看图 其实跟iceberg是很类似的 这个每个slapshot会引用这个manifest manifest就是这个文件的这些 meta 文件的记录 然后一个manifest的引用多个文件 对吧 然后没产生一个slapshot就是新增一个manifest的引用多个文件 然后再产生一个又引用 然后后面会引用越来越多的manifest 但manifest的也有这样一些mergecompaction的这样一些动作 所以这个结构保障了我的这个存储的meta数据是分级的 所以在这个对象存储它也能取得很好的这样一个性能 因为这里没有瓶颈 它是分级的文件存储 OK我们后面也会说这个 伏存储还有别的好处 包括deadskipping对吧 我们后面会专门来介绍 就是flinktablestore的话 我们再来细周往里面看对吧 一个分讯里面它是怎么结构呢 当你创建一个表的时候对吧 你只会指定一个pk 会指定一个bucket的个数 然后它bucket的个数又决定了在一个分区内 它这个数据应该是怎么分布的 比如说你现在指定的bucket等于10对吧 那你这个分区相当于就花了10份 然后每个bucket是一个单独的lsmtree 然后 所以然后一个每个bucket都相当对应了 卡夫卡的partition 它可以相当于是卡夫卡的partition 就是这个lsm的rightheadlog 对 这样固定bucket的这样一个概念的话 这样能保障 这种胡存储的这个概念 它和我们传统的这个流接穿的存储 就是卡夫卡这种 它的partition能是完全对应起来的 能 这两边 割裂的两边 p存储 和这个 流存储 就是怎么样结合在一起 就靠这个bucket 我们说完了这个table store基本的架构 我们就来 看一下 就table store 它到底有哪些能力 对它能 你能把这个table store 来干嘛 做什么业务 我们之前说了就是flink对纯属的需求 就一个是q 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做一个tableformat 能读能查 也能写 也能更新 对吧 所以我们首先来看flinktable store它作为一个q 它有什么好处呢 一个q就是流血然后后面接着流读 flinkstable store能带来的好处 就是说它能带来灵活性 第一个是灵活性 你可以选择你的case 你觉得你的case需要更高的实质性 那就选择kafuka 配个kafuka credittable的时候 然后就能达到这个这个这个秒级的消费延迟 甚至好秒级 如果你觉得你的你的你的存储成本最重要 对吧 那你就可以把kafuka去掉 你不配kafuka 你直接进去胡存储来做这个流读 那这样能做到这个分钟级的这个延迟 但是你的成本那就比较低 这是q的第1个好处 q的第2个好处是说 table store透出的概念是hybrid的 就什么意思 就是平常之前q对吧你在一个selectq的时候 最容易的是你selectq是有return性的 他数据是过期的 对吧所以你拿到这样一个q你select出来你跟select一个p 这是不一样的 select一个全量的一个比如hivep的这样一个存储是不一样的 所以 所以的话table store这里解决的问题的话就是他能解决这样一个全量存储和增量存储这样的hybrid的能力 你每一次读table store 流读它它都是一个incremental slab short 先读slab short 再读incremental 这个语计就跟myselect cdc flink cdc非常的类似 所以 这样之后你看到的一个table它就不是一个 纯增量的 而是一个全增量一体的这样一个 能算到最后能把你的数据算正确的这样一个 抽象 当然你可以不要这个抽象你可以配个option对吧 某些场景我不需要老的数据了对吧 我只需要最新的数据就可以 也可以 我们刚刚介绍了这个table store做一个cue这样的能力 另外的是table store它做一个这样一个table format 能更新 能查询 对吧 更新可以来自myselect cdc 也可以来自flink job stream job 可以为这个多种引擎 主流引擎 可能查询引擎 可能比较偏p和偏olapple 比如像spark hyber Tradle 包括flink 那flink table store它做一个 这样一个table format它有什么新的能力呢 能带来什么好处呢 还是说 这个没有什么用对吧 那肯定是要带来一些新的这样一个场景和好处 那table store的话它作为一个format的第一点 它就是它是为了更新诞生的这样一个format 当然它不止更新 Apple only也行 但是 它在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为了 应对 来自flink streaming computation 就是牛计算产生了大量的清晰log的这样的更新 所以它使用了这个 LSM 就是这种logstructure的这种mergitry 对吧 这种结构是最适合这个更新的 所以 每个bucket的里面是个LSM 对吧 然后通过LSM这种结构 先写mentable再flash成L0的file 这样做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更新性 我们有专门的更新bunchmark的项目 也欢迎大家去玩去试对吧 然后性能是非常好的 这个单个bucket它的更新性能能达到5万的record 就是1秒5万的这样一个toto 这个还是非常高的 然后在大的更新情况下 你不用担心什么 就是不用担心什么小文件之类的对吧 因为所有的这个compaction 都是类置在这个flink sync上 它自动完成的 并且 这里没有service对吧 不需要你专门再起一个service做compaction做什么的 这个所以它很灵活 它完全基于这个dfs 这里的更新也不依赖这个flink state 你可以随时停一个job再起一下 再起新的一个job 然后这里的shtfile都是这个列存的file 目前的话default是ORC的ORC这样一个格式 所以这个列存保障了你后面的分析性能也会很好 那我刚刚说的对更新很好对 查询也比较好 那查询好在哪里 就查询的性能这个data skipping的能力非常的强 我刚才说了就是flink sync那边会有不断的compaction对吧 它会保障这个lsm这个merge tree 有着 乘数不多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data skipping就会非常好 有序的 你再来一查 比如说 这个例子 查询table 然后指定这个pk等于25对吧 这个时候 lsm这种按照这个pk来排序的这种结构对吧 data skipping就会非常好 没关的数据全部被排除了 最终只读这个fire 在这个fire当中甚至还有这个基于这种blocked data skipping那就更快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右边这个图对吧 第1个query 这边这个图这个重坐标是这个查询的延迟对吧 可以看到 查询的延迟就是越低越好的 可以看到在这个查询所有的时候 这个时候table store其实是一种merge on read的这样一个技术 但是这个merge 的代价非常好 小 因为都是merge 都是有序的文件的一个merge read 这跟直接读hybermerge好的file 差距很小 所以这个merge代价本身是很小的 但是 你一旦指定了这个pk或者部分pk的这样一个条件 这个data skipping非常好了之后这个查询效率一下子又恐怖起来 就会非常快 比如说spark查询一个数gb的这样一个bucket里面 这样一个table 然后 返回的非常快 100毫秒就可以返回的 我们刚说了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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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 store这个data skipping对吧 这里也想 就是我们也要看看就是这个data skipping 在这个固存处加上这个ls的情况下 data skipping到底是怎么做的 比如说有这样一个query 就是指定这个条件对吧 一个是partition 等于2 组件等于25 这个时候这个query应该怎么data skipping呢 我们也回忆一下对吧 刚刚讲的这个 胡存储的这样一个结构对吧 从slapshot 到manifest 再到这个文件 所以这样一个query他会先读找到最新的slapshot 然后再看这个slapshot有哪些manifest的文件 然后他就会发现啊第3个manifest的文件 manifest编号为3的这个文件 他不包含这个partition等于2的这个分区 所以这个manifest直接被排除 直接叫这个skipping这个 跳过这个manifest的文件 然后 继续 往下走他就知道要读这3个manifest的文件 他可能有这个分区的这个数据对吧 他读了这个manifest的文件之后 他会发现这个manifest的文件里面寄了这些 他对应的file的这些maxmin 对吧 他就可以通过pk来发现m0和m2他们里面的文件 这个范围都不包含pk等于25的这样数据 所以m0和m2对应的file也就是02即被赶掉 所以现在虽然有这么多个文件我只用读这个文件就行了 然后更进一步的是 我知道了这个文件对吧 我读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他也是按pk来排序的对不对 所以这个文件也有这个叫footer 叫一些原信息 记得这个文件的这个footer里面 然后他一读这些原信息 他就知道 假如这个文件里面有100个block 对吧 他就知道99个block都是跟这个query没关的 所以他就直接读他对应的比如说第60个 对吧 第60个block直接读一个block就行了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查询就非常的快 你可以这个可以看到为什么就是spark 100毫秒 就返回了 而且更难得的是因为这个lsm是compaction 是不断的后台的compaction 所以你任何时候的查询就every moment 你来查询这个都会很快 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 一些table store的设计和里面的一些东西 以及他所透出的这个能力 但是有这些能力没有生态也是 也是没用的 因为你发挥不出来对吧 所以这里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生态对吧 这里也先带来一个 quick start 对吧 这个quick start 就是 CDC数据写入table store 然后spark再读 可以看到我们sircle的话 在这个flinksircleclient当中 先create一个catalog 然后这个catalog的话 你可以直接指定warehouse 这个path 那就是meta data都是在这个文件性的回答 你也可以指定hivemeta store 那这个时候他的meta 就会在这个hivemeta store上 这个配置的hivemeta store有啥好处呢 好处就是你hive那边 你可以直接来读这些表 你不用做任何操作 然后接着usecatalog 然后在quick的对应的表 你看看这里你可以对表指定这个bucket的number 当然根据你的这个数据量 然后接下来就是设一下这个checkpoint的interval 然后再写一个newsircle 操作进去 OK就是flinksircle这边就是这样 然后在spark3这边sparkquery这边 非常简单啊 你只用起一个sparkseql 指定下这个bundu架势 然后再指定下这个taple store的catalog 指定下这个warehouse path OK结束了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sparkseql当中直接select的 对应的这个taple store表 注意这里看这里有这个 就这种组件的过滤 可以看到spark这边返回的是非常的快 100毫秒不到 说完了这个flink写 spark读这个例子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taple store现在的生态怎么样 taple store现在的生态应该还是还是非常全的 就flink的话它支持1.14 1.15 然后hive的话支持2.3 hive3还在适配当中 然后spark的话支持2.4 就是3.x的版本都支持 然后tradle的话支持358和388 OK我们再来一个一个简单看一下这个是怎么来 run的 比如说spark2.4的话 你可以 非常简单你可以sparkseql的时候刚刚架势 指定下这个bundu架势 然后 通过这个taple的这个path 也是taple的location 来create一个view 这个时候你查这个view就查这个taple的数据了 非常简单 然后这个查询是做好了这个projection和filterpushdown的 应该 大部分情况都会很快 然后hive的话就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的话就是说 你可以用这个 配citalog对吧flink然后配合citalog hive就可以直接查了 另外这种方式和spark2 一样你也可以 用这种location的方式 创建个extero table 也就是类似于一个view 去创建然后直接去select了它 这个hive也同样有这个projection和filterpush打 然后tradle的话 你照着tradle的方式来做的话就是先 创建个plugin对吧然后再把这个相关的这个价值copy过去 然后再创建一个citalog taple storecitalog 非常简单也只用配这个warehouse就行了 然后就可以直接查询了 tradle的话也做好了这个projection和filterpushdown OK 说完了就是taple store这个 核心功能和它的这个生态 然后最后就是这个taple store大致的一个rollmap 最早的话taple store是在这个flink社区讨论的 然后并且也在 也在去年的这个flink4的 Asia当中有一定的分享 然后的话大概在三个月前我们发布了这个第一个版本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的meta的版本 然后 即将发布的这个0.2的话 它包含了我这个ppc讲的这些东西 然后它是一个朝着这个生产 迈进的这样一个版本 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也会做更多的尝试做一些 更 比如说taple store service 比如说做点查试试 那什么是taple store service的 我这里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后面想要的这样一个 流细体的这样一个存储的这样一个架构 我们这个架构 下面的跟 这个现在我们介绍的这个0.2这个lake store是类似的 然后不同的就是上面会多这样一个service 那这个service 节点大概就是coordinator管理这个中心节点 然后管理这个executor管理meta store 对吧 然后这个service有啥用呢 这个service的能力就是对这个全量存储的一个 加速 然后service的读写都是实时的 都是高性能的 查询olab查询也是高性能的 他就对这个胡存储的一种加速 但是呢你也不一定说要所有表都要通过service 对吧你有一些表你可以就存在这个胡存储上service不用加速 所以这套架构的意义在于 你可以把你一些需要加速的表或者说甚至需要加速的分区放在这个service的cache里 你一些没那么重要 但是数据量很大的数据就直接落到这个胡存储上 所以目标是一套架构 解决实时和离线的 共同的问题 可以看到就是flink table store它是一个flink的子项目 你可以看到他github的这个链接是在这个apache下面flink table store 然后的话他的这个 用户文档也是可以通过flink官网进去了 然后你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在这个邮件列表 可以在flink的邮件列表 第一位当中讨论 遇到问题可以在user列表 发出来 然后也可以在中文的user列表当中 来 来进行讨论 然后的话 Table store这个slag channel还在创建当中 但是这里有这个钉钉的这样一个钉钉群 可以来进行一些交流 对有问题或者有需求或者有适用都可以来来来来 来交流 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聆听 感谢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